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或许有尸体位置的线索 土著的人口分布情况如何 地球人口近七十亿 其中一亿八千万分布在六个生存基地中 多数武者及政府高层都在里面 以CG生存基地的坚固程度 我们还奈何不得 但要是我们买一下地球 那些土著迟早都会被我们控制 金角拒收尸体的情报就不难获得 普拉 购买地球的任务执行得怎么样 我已事先和帝国官署熟通了关系 现在 正派人前往毕岩星办理手续 预计会在十二小时内走完流程 看来外部势力不会插手了 我认为 时机已到 普拉 你们要用相对怀柔的策略 争取以最快方式控制地球人类 是 星球的各项数据都在这里 请 我要买下这颗星球 请总部认定 地球是最高规格的生命星球 按照帝国法律 各位要购买它 需要三万亿黑龙币 如果金额不足 就无法 购买 您若要购买地球 首先需要提交申请 通过帝国总部的审核后 才能跟你交易 要多久 帝国法律规定 需要三十天 三十天 二弟 三弟 洛兰神家族在华府基地时降落了 洛兰神家族在华府基地时降落了 语言 个人 好 真是外星人 是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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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是不许 看来去的信 是假一花 地球上的人类 你们好 我来自宇宙中的诺兰山家族 不用紧张 我们是心怀友善而来 这些是我们的见面礼物 听说地球一直为怪兽所扰 所以我们杀死了大量行星级怪兽 并将尸体赠予你们 想必各基地市的周边会因此太平不少吧 只可惜我们在为地球人类清剿怪兽时 地球的高层却躲在生存基地内毫无作为 我真为你们感到难堪 委屈我们的防卫意图 恐怕是在为后续的侵略行为寻找借口 既然地球的高层无力清剿怪兽 那诺兰山家族可以代劳 我们可以彻底清除地球上的怪兽 将广大的土地和海域还给你们 从此以后地球人类无需再归缩于围墙内 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人家 你们愿意臣服于诺兰山家族 让地球成为我们的附庸星球 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对抗 但是要想好后果 我们的精英战士全都是恒星级 只需要一拳就能毁掉山脉和岛屿 一圈的威力就能迫及上百公里 简直就是大当量的核弹哪 你们若还心存幻想 不妨拿出你们地球最强的武器 我就在这里 尽管来尸 发射 如你们所见 我们能轻易毁灭地球人类 到时候你们无法再享有自由 地球也会最终沦为奴隶星球 是成为附庸星球还是奴隶星球 我给你们十二小时考虑 这期间你们暂时还是安全的 不过如果十二小时后 我们得不到来自地球高层的肯定答复 那么每一小时 我们就毁掉一座基地市 当然也包括 里面所有的地球生命体 好好想想吧 我们只剩十二个小时了 他们肯定是为了降低征服成本 才说出这种唬人的话 诺兰山一旦走完购买程序 获得地球的主权 无论是附庸星球 还是奴隶星球 都没区别 最快是多久 如果您是帝国的大家族 或许喝杯茶的功夫 就给您搞定了 这么说 如果像诺兰山家族那样 背景深厚的实力来打点关系 购买地球的效率肯定高得多 那就更不能脱了 根据帝国法律 具有主权争议的星球 才有三十天购买流程 地球作为五主星球 流程本就很快吧 抱歉 我只是个偏远星球的小官员 有些事不能由我做主 我看不见了 我们拿到了你的银行流水 并根据你账户预留的号码 查到了你的聊天记录 两相对照 不难看出你私下与他人达成协议 借助职权收取了颇为可观的废物 我的信息怎么会 巴巴塔说 这里的银行由于地处偏远 机上有大客户进来 导致系统疏于维护 对巴巴塔而言 只要拿到了个人信息 这类数据就不难拿到 你是选择快速办理手续 还是 老当入狱 这次情况不一样 路兰山家族曾许诺给我一亿黑龙臂 要我为他们留住购买地球的名额 如果我中途变卦 哪怕退回那一亿 我恐怕的性命难保 两亿黑 十二小时内达成交易 我给你两亿黑龙臂 这些钱够你买几个横行级保镖 远离诺兰山家族失利贩子 过上一辈子熟悉生活了 一小时内搞定 我给你十亿 莫莫言长 一个小时我的确没把握 不过 我会全力以赴 五国元首军方高层与战神功 正在召集紧急磋商会议 与此同时 在亚梅利加 欧罗巴出现街头骚乱和民众抗议 有一部分和平团体提出 应该接受诺兰山家族的主张 避免地球与高等级文明开战 并遭受灭亡的命运 为此 本台第一时间联系 并采访了该团体的领袖 本台第一时间联系 gele成与人 总结束 葷 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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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智英 滚仇帝王智英 决不投降 决不投降 滚仇帝王智英 看见绝对张作人 面对宇宙星际舰队 地球就仿佛婴儿一般 没有丝毫反抗力量 希望他们在遥远的宇宙深处 为我们地球 博得一线圣迹 舰长 探测表明 这座原球山内部的毒气 能毒杀宇宙级强者 这原球山到底有什么秘密 地球的土著不认识它 只称其为三十一号古文明遗迹 家族那边的资料库里 居然也没有记载 博雷武 你那个一号古文明遗迹 判查得怎么样 这艘机械族飞船品级太高 我们还没有手段移动它 秒队 替身影 三小时二十九分 一切搞定 罗峰先生 地球的产权归你了 这两座遗迹都是价格不菲的宝物 我们得设法把他们带回家族领地 卡罗帝国的诺兰山家族 你们好 谁 竟敢入侵我们的辅助光岛 我是罗峰 有救了 为什么 就在不久前 你们所在的这颗星球 地球 已经成为了我的领地 这是黑龙山帝国颁发的领地所有权证明 根据黑龙山帝国宪法第十二章 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条规定 未经星球管理者允许 擅闯星球内 可当星道论处 我作为地球领主 郑重告知诸位 马上从我的领地消失 否则 你们将遭到黑龙山帝国大军的征讨 将遭到黑龙山帝国大军的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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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舰长 我们 居然强在我前面埋下地球 为了夺取地球 我付出的所有手段和隐忍 都功亏一亏 进 进场 守队 这个罗锋对黑龙山帝国法律很了解 知道通过购买星球成为领主 也知道星道是被帝国法律认定的 侵占他人领地财产的星空强盗 为帝国法律所不容 说明他背后肯定有一定势力 却非一个土著那么简单 买下地球 罗锋是怎么做到的 虽然不知道罗锋怎么做到的 但他以这种奇特的方法 阻止了外星充足的入侵 再次把地球和人类 从危险中拯救了出来 目前索兰山家族舰队 依然停留在基地市上空 对防守罗锋的警告 尚能否认识 地球 这可能吧 一个地球人买下地球 怎么做到的 罗锋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是黑龙山帝国颁发的领地所有权证明 根据《非龙山帝国宪法》第十二章 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第六十三条归零 未经星球管理者允许 善逆行情内 灌出去了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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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 菲菲 小海 没事了 舰长 我们沿太阳系运行轨道撤离 目前已当当木星区域 地球科技监测不到这里 土老道人 我们就这么走了吗 家族那边怎么交代 黑龙山帝国法律 是我们不能触犯的 这件事 得请族长来确断了 警察 老族长发的通话邀请 快接通 老族长 老族 你就是这次地球之行的简长 是 居服武者勋章 那可是在宇宙超级巨头 居服斗武场中获得千场斗武生力 才会被授予的不上荣耀 居服斗武场的斗魔 是两名同级别对手 必有一方死亡的生死博杀 也就是说 死在族族手上的宇宙级强者 超过一千人 你叫普拉 是 普拉见过族族 祖族诺兰山 是诺兰山家族的创始人 他很久以前就不再插手家族事物 这次居然亲自出面 难道地球的重要性 比预想的还有高 听说你们在地球上 发现了机械族宇宙飞船 而且金角巨宙尸体 也在地球上 是的 祖族 这机械族飞船 被地球土著称为一号火明遗迹 就在地球海域中 只是飞船入口防御太强 我们没法进去 而金角巨兽 的确是陨落在地球 不过时间太短 我们搜索区域太小 还没有找到那金角巨兽尸体 金角巨兽 我命令你率领一支精英小队 悄然翻回地球 找到金角巨兽的尸体 祖族 地球已经有灵处了 有灵处又能如何 从此刻起 你们小队 被诺兰山家族除名 什么 你们若被发现 就自称无神分的宇宙星导就行了 帝国法律讲的是证据 没有证据 一个地球领处就奈何不了我们 你们行动迟欢 被对手强陷埋下地球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赎罪 如果行动成功 就恢复你们的身份 记住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是 祖族 祖族 我们在地球还发现了一种奇异宝物 当地土树称之为 三十一号古文灵遗迹 这是 祖族 祖族 此无非懂小可 祖族 祖族 约束你的船员 绝不允许任何人再去碰他 敢问祖族 这个 还需要我说第二遍吗 不 不敢 希望他是死的 若是活的 族族 既然没有别的事情 就行动吧 火雷武 你清点八十名精英船员 若秘密冲满地球 切记 你依据族族指示行事 不可暴露身份 是 诺兰山家族的舰队 已经要离开地球了 我觉得诺兰山家族的人 不会轻易收拾的 他们前后两次侵略地球 绝不会被我一个警告吓走 地球这样的边缘星球 按理说入不了诺兰山家族的眼睛 除非地球上 有他们规律的宝物 战神宫监测到他们探索过 一号和三十一号古文明遗迹 不过没有进入 似乎那两个地方 隐藏着重要秘密 诺兰山家族的人 还搜索过太平洋海域 奇怪 那片海域没有古文明遗迹 那片海域虽然没有古文明遗迹 宝物倒是有的哟 足够让宇宙级强者垂涎的宝物哦 金角巨兽 冰狗 我看金角巨兽决战就发生在那里 此后金角巨兽的尸体就沉到了海底 如果金角巨兽不是被我夺尸 他的尸体就在诺兰山家族搜索过的区域 诺兰山家族贼心不死 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金角巨兽的去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高兰山家族的人找不到金角巨兽 难保不会盯上我家人 我在白兰星买下的B级城堡 不知道能不能抵挡他们的攻击 我看金角巨兽 各位 搜索结果如何 队长 找不到 根本找不到那金角巨兽尸体 我们小队负责打西洋 几天下来将整边海域全部送上遍了 就是找不到金角巨兽尸体 我们这边也是 我们一共八十人 几乎将地球每一寸土地都翻找了数遍 却还是一无所获 那只有一种可能 金角巨兽的尸体被别人收走了 队长 我们该怎么办 根据入星地球网络过去的信息 那金角巨兽最后一次出现 是从如今的地球领主罗峰的交战中 那一战最终罗峰斩杀了金角巨兽 但离席的是 罗峰是在战斗结束一年之后 才突然现身的 狐狼大人 我们这群星道 也该拜访一下 这位地球领主的亲属了 是的 走 走 小心 小心 三平 叫我来 加油 秦夕 来来来 快救命 快救命 小心 小心 小孩 加油 好 急急 快走 小枫 不好了 有外星人进入我们家 恐怕是坐蓝山家导的人 有好几个很清晰的 爸 那你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的攻击 暂时被城堡防御系统挡住了 我们和平平 小海 还有珍南 都在家没事 可是小夕和阿华 都因为自己公司的事 在外面呢 城堡的防御系统 只能拖延敌人的攻击 但很难安全格局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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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服从经令 外面防御即将被突破 进入战斗召开 不 你们这些低血奴隶 hacia抵挡我们小队 真真 继续进攻 务必打开窃口 外层防御系统受损程度百分之百 咱们不找关闭 队长 这城堡是C级材质 难凭我们难以攻破 城堡发射攻击 城堡发射攻击 魔风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个结束金角巨兽的人类 只有抓住他的至亲才好围出尸体的情报 永至 罗峰是否还有亲人留在城堡外 不 我侦测到他的妻子和弟弟就在附近 他们正朝北方快速移动 应该是乘坐了飞行载具 立体拦结 两位请放心 罗少将的家属 军方一定会尽全力相助 雷尔A3继续护送 其余战机掩护 请问 靠书记录 靠书记录 靠 靠 靠 即将碰撞 即将碰撞 靠-靠 即将碰撞 靠-靠 靠 靠-靠 小哥 凡庆二位 跟我们走一趟 寒夏的军机被截住了 虚心花花很有可能在上面 全员进入战备状态 不必将罗锋捉住 可惜防御功能太原始了 我会解除你们的生物芯片控制 让你们重回自由 他们改变行动方式了 我们相当于减少了四分之一的战力 地球土著实力第一下 古拉大人不必担心 杀了他 你遭遇敌戏 那救下虚心阿华他们 就拜托你了 马上愿 马上去 马上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